李狐这个老鬼还真是有心思啊 竟敢让他的儿子 去勾引萧斯文的女儿 你想想 倘若斯文宰相被当今主上猜忌 这对于我们谁 都是大有不利的 太平王府那边 我们也得有人去游说一番 越早地将李狐和西尹拿下 我们就越安全 现如今的上经 只有狐骨大人说话 太平王才会略听一耳 活儿 大王 派人去请狐骨大人入宫 就说 我有要事商议 是 大王 韩斯哥 萧斯文家女儿的事情 没想到你都这么清楚 看来 你跟他们几个姐妹 感情很好啊 我自幼与他们相识 他们自然视我为兄长 我只是觉得 现如今的上经啊 像你这般年岁的男儿 多半已经结婚生子 你 就没有官居之私吗 我说 茗姨 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我说 茗姨 我知道了 刚刚 我进来的时候 看到两位太妃从我身边走过 莫不是他们 向你推荐了什么人啊 你想哪儿去了 是因为你先提起来 所以我才想起来的 我还以为 韩斯哥心里有意中人了呢 我能有什么意中人哪 你我大业未成 稍许一个不慎 岂不是耽误了 别人家的好姑娘 好吧 就当是我说错话了 我说茗姨啊 你今天真的是好生奇怪 为何 一直在追问此事啊 莫不是你心中 有了什么人 既然韩斯哥都说了 天下未定 何以为佳 那我更要跟你一样了 我们两个可不一样 我兄弟众多 不缺我一个 倒是你 先皇现在只剩下你跟纸墨 两位皇子了 你又是兄长 不管大业成与否 你都应趁早 为先皇留下血脉 好吧 既然你说让我成婚 那你告诉我 我应该娶谁呢 那也指的是后组 后组 那首选 应该是斯文宰相他们家 那他们家的女儿 你觉得我应该娶哪一个呢 斯文宰相西夏三女 都各有所成 长女胡念 成熟稳重 次女巫骨里 温柔大方 剩下那个 活泼伶俐 只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席印有一千连吗 你想想 斯文宰相 乃后族之长 哪个皇族 不愿意与他连严 只是 现在朝中暗流涌动 太祖其三支 各有心思 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与斯文宰相的女儿 有过多的瓜葛 只怕 会太野人注目 依旧如此 你说什么 我 我没说什么